一集一个精彩案例 看大家如何聪明做生意 欢迎收听 哇哦 商业原来可以这样搞 我是商业周刊主编陈书荣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商业周刊的主编 马自明 自明好 书荣好 大家好 是 我今天想要跟自明先聊一下 就是我之前啊 其实有跟我们家一个义工 他是专门来照顾我们家的家人的 他就他有一天就拿手机来跟我讲说 哎没没没没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直播 我想要买这个电锅 然后就说他想买 可是他没有信用卡 我那时候才觉得说奇怪 就是哎 原来移工在台湾是没有信用卡的 因为移工对于这个银行来讲 实际是风险蛮高的一个族群 因为他毕竟还是会担心 你会不会刷了卡 然后没有付钱 他不是不能够判信用卡 他可以办 只是这个手续非常的复杂 而且对于银行来讲 也不是那么喜欢做这群客人的生意 你说他风险高的原因是因为觉得 他留在台湾的时间太短了 还是他其实消费力量那么高 也可能没有办法还款 我觉得主要是留在时间太短了 因为根据以前的法规来讲的话 一位移工他在台湾只能够待三年 但三年之后呢 他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母国去 然后才能够再回来台湾工作 银行会担心说你会不会三年之后 回到自己的母国之后 你就不回来了 可是后来这个法规呢 其实是有更改的 在前几年现在的移工可以在台湾 最长的居留时间 停留的时间可以到14年 你说一次吗 一次可以到14年 所以14年是个就很久的时间 所以开始这个银行就在思考说 可以来做移工信用卡的生意 所以我们才在今年有看到 有银行就推出移工 专门给移工的第一张信用卡 我如果今天换成是移工的角度 老实说我在台湾 我拿了现金 我用现金消费 对我来讲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信用卡 他有好处嘛 就比方说我今天去办信用卡 你刚刚说我们台湾人一人用五张嘛 我现在办信用卡 我都还要看你送我式行李箱 还是送我保温杯 我不晓得移工有这样的优惠吗 你为什么要办信用卡 因为回馈比较多 对回馈 所以重点是回馈 就是说我今天刷卡 我花一千块 他给我两块钱 我会觉得有赚到啊 对啊 我可以累积红利嘛 或累积里程嘛 这个就是信用卡的诱因嘛 对 那对于移工来讲 为什么移工就要用现金 他也想要回馈啊 所以如果他有信用卡 他也可以绑第三方支付 也可以绑第三方支付啊 他也可以网购 他网购以后 他要买电锅 就不用跟你去接信用卡 他自己有信用卡 自己刷 自己累积自己的点数 我自己赚回馈 我是已经有了 我有了 而且我还可以选择 但对他们来讲 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银行也发现到一个趋势 就你知道台湾的移工有多少人吗 七十万人 就是全台湾的移工有七十万人 然后他一年的这个最高的消费力 可以到五百亿 五百亿 七十万 七十万人五百亿 这也是个非常大的商机 就是说这过去以来 就是这么大的金矿 就是没有办法被开发出来 这原因就是因为 对于银行来讲 这个风险比较难去评估 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 风险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们要买什么 他们喜欢什么东西 在桃园 桃园有一个很大一栋的那个移工宿舍 你说专门给 专门给移工住的地方 里面住了上千位移工 然后这个移工宿舍的周边呢 其实你就会看到移工的一个生活圈 这里面有这个 这个超商啊 对 然后也有这个通讯行啊 然后你再去看通讯行 你其实会吓一跳 因为移工买的都iPhone 都是买iPhone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 他们的消费力潜力是很惊人的 那这家银行 你说是永丰金嘛 对不对 他其实我觉得也蛮妙的干 开这第一枪 然后去做这第一件事情 那一定是因为他之前 可能做过什么样调查 或什么事情 曾经接触过这个市场 是不是 这个70万人里面 大概有45万人 是属于厂工 厂工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在工厂里面的作业员 其实像是他背后的公司啊 就会要帮这群厂工去办户头 要开户头嘛 开户头 他才能把这个薪资打进去 对 那永丰来讲 他一开始有帮移工的公司 像日月光这些公司 去帮他们去开这个户头 所以其他银行有没有做 很少 这银行不多 有 有 但是不多 饼太小了 我只是帮你开户而已 然后你薪资就会进来 然后又会走了 对 所以这个饼很小 可是他至少 至少他做一个破口 他开始了解到说 其实有一群移工 是属于他的客户 那接下来我其实 就要去思考说 我要怎么去评估这个风险 那评估风险 我就要必须了解这群人 因为他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去研究这群人 可是一年多 能够研究这群人 到深刻到中 我觉得顶多就是一个轮廓 就轮廓而已 所以他还必须要去找 合作的对象 那他合作对象就是一个台湾移工界的小七 他是台湾最大规模的东南亚超商的业者 然后这样的超商他很特别的是说 他三国的移工他都有做 就是包括菲律宾的移工 越南的移工 印尼的移工 都有个别属于他们的超商 然后他还帮这群人呢 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比如说 这个国家的移工 他想要去买电锅 那买电锅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灿坤 对对 然后去全国电子 那我直接买电锅就好了 我也附线也可以买嘛 可是为什么他不去 就是因为 他买这个电锅目的是要 寄回去给家人移工 寄回老家的 对寄回老家的 可是电压不一样 所以这个超商呢 会根据不同的国家 去做电压的客制化服务 就是说 帮他们改 改 去做适合他们国家的电压 的电锅 这个超商成功的原因 就是他很多客制 他很了解 很了解 对 很了解这群人工要什么 然后他手上 其实也有做一些 会员数据的管理 这个对于银行来讲 就很有帮助 就是因为我会知道 他的消费足迹 消费足迹 消费的习惯 而且是说 他的分布很多 事实上很大 那基本上 一共很需要这样的超商 去做消费 因为他有个网络的 紧密的连结 他全台湾有上百个据点 这么多 对上百个据点很多 对于银行来讲 他就也很需要这个超商 对 如果你今天敢欠款 你不缴款 他就可以跟这超商去做连结 就是说 我今天告诉这家超商 今天有一个 你们有一个客户 他欠款 没有还银行钱 对 这个超商呢 就可以知道说 是哪一个 所以去追踪他 去追踪他 消费足迹 你如果未来 你还要来这家超商 再去刷的话 就会 就会被抓到 就会被抓到 目的呢 就是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网络关系 去控制他的风险 因为以前我们谈合作 做这种B2B2C的生意 我们都会想的是 你跟我联名 我们去卖一个商品 他不是 他的合作是 我们去追踪这个消费者 这是我以前 可能没有想过的合作关系 这个合作关系 一定就会绑得更深 那其实对永风金来讲 他 因为毕竟是做一个 全新的市场 是 台湾没有人做过 是 可能对他来讲 其实这住群也很小 是 你叫一只大象回头去看 这一个 就是这一盘生意 我觉得这要考虑到说 第一个是 台湾的信用卡市场 是饱和的 然后第二个是说 我了解到 我透过信用卡 可以去了解到 这群人的风险 他的消费 我未来不见了 只是做信用卡的生意 我未来还可以做信贷的生意 他们有借款 对有借款的需求 我买手机 我买手机 可能也要来个分期付款吧 我可以是赚利息 对 然后第三个 未来的想象 说不定还可以做 这个消费理财 我可以做 帮你做理财规划 对啊 那这个需求 就会慢慢的 透过一张信用卡 开展出来 开展出来 很多种可能性 不断的去挖身 在这个族群 他的消费潜力 另外 评估移工的风险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他其实需要很多的步骤 对 然后很多的评量 可是要是我今天能够评估 移工的风险的话 已经跳得最难的座 跳得最难的座 我其他的对我来讲是 所以其实 更简单啊 你的意思是说 他还会有再有下一个南海市场 移工是一块啊 甚至有些soho族 soho族因为他也没有 这个 新赚账户 那我说不定也可以去 做这群人的信用卡 所以你看 他可以透过打入移工 他可以打入不同的 看似风险很高 但实际上 这个族群很大的 一个生意 就其实 我们过去在看金融市场 我们是看的是 一般的消费大众 他们现在垂直做 他们做分众市场 我们把眼光移开 可能有一群陌生的 隐藏的消费者 你只要给他一些 基本的服务 然后满足他们 现在的痛点 他们可能就会成为 你下一波的信徒 或消费者 这其实就是 这张营工信用卡 给我们最大的学习 跟反思哦 那我们今天 很谢谢自明 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个 这么样精彩的案例 跟个案 对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方的 留言栏留言 那别忘了订阅 上周的YouTube频道 跟上周的Podcast 上周吧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